同色山 我们经常讲说他回到同色山净土 到底同色山是在哪里 很多人就问到底同色山在哪里 其实同色山 就是他原来的地方 在原来的地方 不过不属于人间的净土 不属于人间的净土 像那个中国有四大名山 也算是净土 观世音菩萨的净土是在普陀洛家山 普玄菩萨的净土在四川 峨眉山 峨眉山 文珠斯利菩萨的净土 在三西五台山 这是在佛教里面有名的 他叫做清凉山 清凉山 另外 地藏王菩萨是在安徽的九伐山 安徽九伐山这是中国的四大菩萨的四个很大的净土 如果这是属于人间的 像那个香巴拉 它是很神秘的 一个净土 按照所记载的 像一朵莲花一样 但是它是云场 它是云场起来的人间净土 像一朵莲花一样 那里面住的都是修行人 跟能够去的人 那它本身也有 也有很多的这个王 在里面 主持的 第一个戴种王 就是文珠斯利菩萨 第二个戴种王 是白莲花王 大家知道白莲花王 都是有在历史上都有记载 另外有很多净土 这个净土呢 就在虚空 不在 不在这个沙佛世界上 也不在 这个地底上 而是在这个虚空处的 那就更多了 像西方极乐世界 就是在虚空的 那妙喜世界 是在北方的 北方 北方的妙喜世界 这个西方的 东方 妙喜世界是在东方的 那要是如来的琉璃光净土 也是在东方 那个两个是不同净土 妙喜世界跟琉璃光净界 是不一样的 严通境界 是观世音菩萨的净土 观世音菩萨还有很多净土 利度姆的净土叫做一夜净土 一夜净土 地藏王菩萨的净土是翠维净土 很多的净土 那都是在虚空的 翠维净土是在南方的 翠维净土是在南方的 我们都是 我们当然希望啊 自己不能够成佛 修行成佛的时候 不能成为一个大菩萨 或者到了 那么我们修行 最重要也是到那一个净土 在净土的时候 可以讲说是 成佛的中途站 一个中途的地方 西方极乐世界净土 你到了那里 你还是要修这个修行 但是所周围的灵机都是大菩萨 那你跟着大菩萨 一起修行 将来一样也可以成为大菩萨 那果位就会更高 像西方极乐世界的果位 它是有第一个 是长极光土 那是法身佛的净土 那第二个 就是报身佛的净土 就是实报庄严土 方便有仪土 都属于报身佛的净土 到了凡圣同基土 他就是一般的那个 我们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住在凡圣同基土 你修行有成就了 就到达更高的净土 成为报身佛 这个法身佛 凡圣同基土是 应身佛 我所知道的是这样子 所以莲花生大事的净土 也是境界非常高的 今天我们修莲花生大事的法 大家要了解这样子 谢谢大家